第十六课 话说慢点 一 课文 刚到中国时,我才十八岁 因为年龄小,什么也不懂 我有一个毛病,就是一着急心就跳 而且跳得特别厉害 我想,这个毛病可能跟民族性格有关系吧 在我们国家,人们最爱说的话就是 快点,快点 十八年里,听得最多的也是快点,快点 可以说,我是在这句话的催促下长大的 快点,简直成了我们的口头禅 可是,到中国不久我就发现 很少有人说快点 经常听到的却是相反的一句话 慢点 我感到奇怪,也不理解 我认为慢就是懒 于是我想 这儿的人怎么这么懒呢 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改变了我的看法 那是去年冬天 清华大学的一个朋友打电话叫我去玩 放下电话,我就急急忙忙骑上自行车出发了 可是,到清华门口时 车子出了毛病 幸亏附近有一家修车铺 我就把车推了进去 里边的师傅正给一位老人修车 我一进去就喊 师傅,我的自行车坏了 快点给我修修 我一口气说完 修车的师傅只看了我一眼 连话也没说 继续修他的车 我看了看手表 时间不早了 急得不得了 于是就又对师傅说 你能不能快点啊 这一次 他回头看着我说 别着急 你没看见我正在给别人修车吗 这儿又不是你一个人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你稍等一会儿 我给这位先生修完 马上就给你修 我只好等着 好容易才等到他给那位先生修完车 擦着手 擦着手走过来问我 到底哪儿坏了 我告诉他 骑不动了 他看了看车 拿起工具 把车胎扒开 说 可能是车胎 可能是车胎破了 打了气就把车胎泡在一盆水里 仔细地检查起来 他的工作又慢又细 还叹了口气 也许 也许很难找到漏气的小孔吧 我一看他那慢腾腾的样子 就又着起急来 你怎么这么慢呢 快点不行吗 他停下手中的活儿对我说 小姐 你已经说了三遍了 难道我不愿意快点吗 我听不明白他说的是什么 只好瞪眼看着他 他看我生气了 就面带笑容 慢慢地对我说 你是想让我把你的车修好 还是想让我马马虎虎地 快点把你打发走 我这才明白他的意思 不再催他了 还学着北京人的腔调说了句 好吧 你就慢慢来吧 他把车胎修好了以后 又仔细检查了一下其他部件 然后才满意地对我说 好了 当我走出他的车铺时 他又说 外边下雪了 路滑 要慢点骑 看到一地白雪 听了师父这句话 我心里 我心里立刻感到暖暖的 后来 我还经常听到 慢点走 慢点来 别着急 等亲切的话语 我终于明白了 这哪里有教人偷懒的意思呢 明明是亲人般的嘱咐啊 一句慢点 不仅有做事要认真负责的意思 同时还包含着对别人 由补衷的关心和爱护 2. 生词 话说 年龄 关系 催 长大 长大 口头禅 经常 相反 奇怪 理解 懒 后来 看法 幸亏 扑 手表 喊 一口气 急 不得了 先来后到 烧 好容易 工具 扒 炮 碳气 碰气 气 孔 慢腾腾 活 难道 生气 面 打发 腔调 腔调 其他 不见 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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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语 偷懒 明明 不紧 做事 包含 班 爱护 适量